好 我们继续刚才那个话题 好 继续那个 要紧接着啊 看这里 回到这里面 我们看起来啊 学了一个变量嘛 这个变量呢 你可以你直接定义的时候 你定一个名字 然后接着这边有一个是什么类型啊 所以要记得这一个程序时间允许修改 变量名啊 要遵循命名规范是不是 定义的时候拥有类型 同一个大括号里面你只能够出现什么 不能够只能出现一个不能两个同一个大括号啊 这个是重复定义啊 叫做 这一个就错了 重复定义 好 了解着还有一个概念需要注意的 一个叫初始化和复词 如果你定义的时候从词复词 这叫什么 初始化 如果说你你你后面呢 后面再给他复词就单独复词了吗 明白那个概念 那接着在这里面呢 我需要有些人可能刚才问一个问题啊 他不太明白一个看的 我再定一个变量 英特西吧 好 西等约10 我这边有没有初始化 没有初始化 我只是因为我没有给他这里面没有给复词啊 后面只有复词 好 接着在这里面要注意 一四等约11 四等约12 好 四等约13 好 接着在这里面呢 要注意一个地方 由我前面介绍过打印的时候怎么把它打印出来的 百分号第一吧 后面啊 是不是来一个是不是这个 西亚 那最终这个西亚 就是这个数字 这个首代表的数字是放到这儿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 好 接着来一个编译 编译运行的时候是多少 十三 然后接着有有有有些小伙伴问老师 为什么打印了就只打印十三 不能打印十十一十二十十三 对有些人就不太明白能不能我同时付多个值了 不可以 只能付一个 你要想把它都打印那怎么办呢 你在上面打印这不就有了吗 是不是啊 好 接着接着我给你有些小伙伴 我先给你提前画一下类传图啊 他为什么会只有那个 好 大看啊 我刚才这一个我这一个东西 我给你看一眼啊 我放到这里 提前给你画一下这个图 然后顺便解析一下 这里啊 好 接着在这里面顺便解析一下这句话 呃 这上面 变量特点 编译接动会到分配内存空间 你可以通过名字和地址来访问他内存 那这个名字我们现在用了地址后面的指针嘛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你定义的都是这样内存的 这是内存啊 我简单简易图内存假说很多的 他会看到你这一个啊 看到编译到这里一个看到你这个是什么形 整形啊 那整形的话后面会学整形就加四个字节 那接着他就会在内存的地方给你找四个字节 但他有分区的啊 这些后面再来论给你找四个字节 然后接着这一个就在这个内存 这个C就相当于说啊 我只给你一个标识 接着这个C就代表这个四个字节内存 它是四个字节 然后接着你这么没负值这边呢 是一个随之数来的 一开始你可以打印一下 我不打印了啊 好 接着啊 在这里面你一开始是负值为10 他负值给10不是给这个C C是只是一个标识啊 也就相当于说你一想一个东西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你名字代表那个人才有用的 是不是 人生最悲催的事情就是说他叫王师聪 我也叫王师聪 但是问题在于我还在这边讲课 他在这边各种算负是不是 所以只是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你关键看你这个名字所代表那个内存嘛 对不对 你名字有些人叫王师聪 估计有好几个了吧 之前有个段子嘛 就是这么一个 所以啊 你在这边给他负值不是给C的 实际上是给C所代表内存 所以一开始你负值为多少呢 你就相当于说把这个给他 负值过来 10了吧 那接着下次是你又负值为11啊 负值为11的话 在这 我这卡住了吗 卡 卡住了 好了 我这个卡住 我就用这个红色这个吧 你一开始负值为10 不要紧接下一步执行到这里面 你是又负值为11 那接下一步执行到这内存又变成多少了 12了 因为内存只会放一个数字的嘛 他不能放多个了嘛 你放多个用结构体啊 好 接着下面结构体也是一个一个 最后面是就13了 那接着最后面就是一个13的话 这种你能看到最后面就最最后面他就是一个13 好 接着最后面你在这里面干嘛呢 你在这里面 你给我 你是不是发错了 你在这里面是13的时候 你看到啊 下次不要那么张扬啊 回到这里 这里面如果是13的时候 到底在打印的时候 当你在打印的时候 再注意注意是什么地方了 你在打印的时候在这 你找这个C 他会找这个C所代代表内存最终他结果是多少 13 所以为什么是13不是别的 因为我内存的地方只有多少 13嘛 所以在这里面需要注意啊 为什么打印是13那个啊 好 紧接着这个给他解释完了 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好接着下面这一个看到这里啊 这里先了解 不用在这边 后面我们有一个叫内存不绝 内存不绝的时候 我们会重点强调一下这一个 因为你那边要要声明和和定义啊 你要学了传局变量 你才有用 好 接着有一个关 有一个叫关键字 叫Exturn 这个关键字来的 然后用 英特也是关键字 Exturn也是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就代表着声明一个变量 就是代表着声明一个变量啊 就声明一个变量 它是不建立一个内存的 就告诉你我有这个变量 声明的变量 它是不建立内存的 然后接着 暂且先了解一下 我在这里再来看一下 我直接 我在这里面 我直接啊 这边都ABC那些都有空间了 我整一个到底了吧 Exturn Exturn 要应他的C 好 接着 这一个叫什么意思呢? Exturn是一个关键字 然后它是什么了 它到声明一个变量 声明一个变量 然后声明一个变量 你要注意 声明一个变量的时候 它是 声明变量 没有建立存 储空间了 它接着 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一样 我写个C 等于11 好 我来 编译一下 他会收到47行 他会收到这里 C是有了 其实有了 那我就来一个什么 D了 刚才重复定义 好 我这边清了吧 这些都没用了 能发现收到 哎 你这个对他未定义了 引用啊 你这里面呢 有些人说 老师 这个不是定义了吗 这是声明 不是定义 定义是 没有Exturn 才是定义 你加个Exturn 就是一个声明 那接着 声明是没建立空间 所以你复职了 所以就错了 因为 还没有定义 然后没有 定义 就 没有什么 空间 没有 空间 就不能复职 好 只要你写加个Exturn 就代表他只是声明 不再是定义 定义是会建立在内存 建立空间的 这个稍微了解一下 我还是说 这个暂时了解 后面会学习 后面再来学习一个 所以在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个地方 就在于 好 接着在这面有那么一句话 这一个我觉得 首先呢 你真正的一个所有的 如果从那个广义上来讲啊 真正都是只有声明了 那接着 我们那些这一个了 你看到这一个 他只是声明 也是定义 而对他而言呢 他只是声明 不是定义 那接着这样的话 就很乱了 所以啊 有一个规律就是说 如果你建立了存存存空间的 这种叫什么了 定义 你没没建立存存空间的 叫什么 声明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在于 声明就代表你没有建立存存空间的 那就 我们声明 这个东西是不存在 就相当于说 我声明一下啊 我立马就有 我立马就是百万富翁啊 我只是声明一下我是不是啊 不是 你想想现实生活中东西 我只声明一下我是什么东西 但实际上这个是不是了 你就看后面 后面的一些实现了嘛 但是那个定义就不是 定义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这简单 介绍一下这一个声明和定义区别 还是我再说一次啊 暂且了解 暂且一个了解啊